大家好,又到我Felix在為大家講解這輛4X的車 這輛4X,我相信大家都玩了一段時間 我新年期間去過很多車場 TRC又去過,Twinz Raceway又來到這裡 然後PYC又去過,我看到很多玩家都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這輛車究竟是怎樣設置的呢? 我們會有一連串的影片 會講解這輛車是有什麼秘技、set up tips 所有東西都會講解的 希望大家喜歡和看多點我們的頻道 我們今天要講解的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時間 我發現的就是 寬闊 車子是多寬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車 例如X-Ray、Yogumo、Tamiya 所有的車全部的寬窄都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六角 六角有多寬 例如4mm、5mm、6mm 第二樣就是秘馬 秘馬有多長、多寬的秘馬 以及X-Ray X-Ray你用了什麼的insert 令到腿闊了 所有這些東西都會有影響 但是我們的Sherping 4X 就沒有這個東西 即是沒有秘馬這個東西 有六角,但沒有秘馬那樣 升闊、整闊、深闊的秘馬 我們今天要講解的 為什麼要講解這個東西呢? 就是很多人砌這輛車的時候 譬如我這輛車剛剛砌好的 那個波頭呢 其實我這個波頭是應該 量度哪一度才叫做 正常和我們KID setup 的闊度 很多人不知道的 不清楚的 我們今天就講解這個東西了 首先我們一般的車的闊窄是多少呢? 我們這些類型的房車是190的 190我們多數是190mm 前後都應該是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輛Sherping 4X 或者大部分現在大眾化的車 不是190 可能是188、186 或者可能再窄一點也有 那我們現在就要講解一下 怎樣才可以量度對 左和右邊 令到這個波頭這個位置 相情對情 第一時間呢 你會看到 然後呢 4X 它這塊底板是option底板 來的 叫做芝士底板 我叫的 因為很多個洞 那 那 這塊芝士底板 和原裝底板 都是有這條線的 這條線 那這條線呢 其實是 底板的中間線 那因為 這條線是底板中間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條線去量度的車 每邊有幾倍 那 那 多數是怎樣量度呢 就是這樣的 你找一把卡尺 那卡尺呢 就卡住 由這條線 量度出去 你 盒 轉向盒那裏 到這個位 你量度到這個位呢 你會有個數字 2mm的數字 那這個數字呢 就會大約告訴你 車子其實有幾闊 那 在我們 譬如 Victor Will的 世界賽設置 我們 世界賽設置是 186 和184 那 186頭 184尾 那 量度出來的數字 是應該什麼呢 就是 75.5的頭 以及 74.5的尾 那 你量度這邊的時候 是這樣量度 你量度 另外那邊的時候 就是 找回這個位置 用回這一邊這樣量度 那 你會很清楚看到 兩邊都應該加起來 75.5的 兩邊都應該是75.5的 那兩邊都是75.5的 75.5的時候呢 那 那你的車呢 就達到186的長度了 但是 尾 有一樣東西就是 如果我們去到 一個 好窄 譬如 184的時候 呢 我們 又要看回 我們 這裡 的轉向杯 OK 是不容許 可以去到 184 所以 我們 必須要 用一支 割刀 或者 張帽機 去 切開 和 這個地方 因為 這個 中華 這地方 中華 最後 你就沒有 觸斥了 這一塊 推桿板 或者 硬桿板 當你 磨了 這裏 不會觸到 時 你可以 去到 184 或者 下 184 的 今天的 闊摘 到此為止 下一集我們會講解 4X最多人留心看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所講的RS 你們下一次記得收看我們的 Felix 4X 提示的影片 大家好,又是我Felix 為大家講解一下提示 Action 正在拍攝嗎? 正在錄影 大家好,歡迎收看新一集的 不知道什麼 頭多半部 好 OK 開 車高一點 不用拜年嗎?不用 不用,車高一點 Action 好 哇,又蚊